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興請到前大公報的總編執 楊祖坤先生和我做訪問 楊先生可以說他一生人做一份工作 他由59年入行到他退休為止 他退休好像兩三年前 十年了 你可否說你怎樣加入大公報 你是第二代大公報的領導人 我是1959年加入大公報的 哪個月 是10月 當時剛好在廣州讀完書 你是廣州人 我不是廣州人 我是地道香港出生的香港人 你知道當時很多青年都很喜歡上廣州 或者其他地方讀大學 我是廣東師範學院 我是廣東師範學院 我當時投考大公報 為什麼我要投考大公報呢 因為我一向都很喜歡文學 所以想著如果不寫東西的話 就做記者 這兩份職業 隨時都是我準備 時刻準備著的 因為你們是租民系 是租民系 所以最後就是 就是《談話大公報》 我最記得考我的時候 就是大公報的秘書 楊秀峰老先生 考我的時候很認真的 是面對面這樣考 還要寫一篇 不是的 還要寫一篇 我由家裡到報館沿途 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當時你在哪裏住 我在西營盤 那時候舊報館在乾樂道中 不是利元東街 不是 乾樂道中 那時候的報館是乾樂道中 即是現在哪裏呢 即是現在那個信德 不知信德 你記得以前的新田地 新田地斜對面 即是吉比利街 1、2、3號 是的 1、2、3號 1、2、3號 那我在西營盤住 大概走 10分鐘到15分鐘 要10分鐘 就回來了 那就考我了 真的考我了 那麼短的時間 我想什麼呢 想什麼呢 有什麼可以寫的衝動呢 現在想起來都不記得我寫了什麼 總之寫完之後 沒多久就通知我取錄 取錄叫做練習生 就是歸入港文科 歸入港文科做練習生 即是建立記者 開始記者生涯 一直到2003年退休 其間經歷過做港文記者 港文科的副主任 經濟科主任 副編輯主任 編輯主任 助理總編輯 副總編輯 到最後做總編輯 八個職位 你中學在哪裡 我中學在漢華中學 漢華中學 漢華中學之後 就入大陸去讀大學 當時是你五年畢業的 實際上 你知道當時大陸的很多政治運動 都在那時候發生 我實際上讀書的時間不多 在大學讀書的時間不多 現在說起來可能是離體 但是當時的情形 到現在都力量在目的 一到大學 其實就沒有什麼書可讀 一開始就 是啊 一開始那時候 恩逢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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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年的時候 是的 個個都要 看看找什麼辦法 就是顯示這個大躍進 結果我們學校 就把這批新生 全部送到清遠 哦 清遠 從廣州到清遠 去到佛墓 嗯 佛墓 所以我是第一個大學生 做佛墓工人 就是斬柴 是啊 斬樹 斬樹 佛墓用來做什麼呢 就拿回來 練綱 不是 在學校建屋 起校舍 當時的學校很簡陋 哪一年 是五七年 五七 五七 五七年就是 五九年就畢業了 五九年就是這樣的 我讀了一年多一點 一年多一點 可以這麼說 回到香港之後 工作需要 學校認為我應該留在香港 結果我就留在香港 那你沒有回到香港 沒有回到香港 我可以說一下 你五九年入大公報的時間 當時大公報的人手是怎樣 大公報當時的社長是 費兒文先生 總編輯是李俠文先生 副總編輯是李中瑩先生 後來辦東方水平線雜誌 還有副總編輯是羅夫先生 不過羅夫實際上是掛名 他是《新晚報》的總編輯 他都搞副刊為主 不是的 羅夫是副刊港銀 主要副刊港銀 但是羅夫先生是這樣的 講了上來 也都要講一講 為什麼《新晚報》會誕生 《新晚報》實際上 就是《大公報》的止報 是我們附屬於我們的 為什麼不叫《大公晚報》呢 其實是有一段故事 因為現在講上來 在未回歸之前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大公報》叫做左派報紙 左派報紙 我們出來的報章裡面 反映出來的 就是反映下層的居民 和工商界 中層上層工商界 對香港的要求 對一些施政措施的不滿 等等 我們是以維護香港大多數人的利益 也都包括維護香港屬於中國的 所以維護香港屬於中國的 這個大前提之下 是去辦佈的 當然我們因為這樣辦佈的方針 所以就必然被當時的港英政府 就視為眼中釘了 即是異類 屬於叫做異類 我們很不順手 每一次都受到阻撓 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50年 這個是試水溫的 即是當年的港英政府 試一試水溫 到底你中國對你在香港辦的報紙 你的立場是什麼 當時就是因為我們登了人民日報 一篇評論員文章 應該是1950年 當時就評擊 因為東頭村火燭 這個就是東頭村火燭 這個就是東頭村火燭 就是什麼為什麼會有廉租屋 就是因為東頭村火燭 就是因為東頭村火燭 開始的 就是為了要解困 要解困 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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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 就為了表示對香港這些災民 和港大同胞的支援和關心 就組了一個叫做衛民團 就來香港準備 但是不給人的心意 沒錯 準備衛民香港的同胞 同時也會有一些物資運過來 結果這個衛民團 已經過了幾天 是過橋過來 你知道當時50年代 是沒有什麼證件的 大家還可以自由往來 有 從60年代 是的 還可以自由往來 衛民團說要來 居然間在橋頭被攔貼 被攔貼 不能過境 不能過來 在這個情況下 沒有辦法 不能讓我們過來 就沒有辦法 衛民團就過不了 這個消息傳到當時準備 歡迎衛民團的同胞 的耳朵裏面 當時當然是鼓掃 我本來是歡迎祖國來的衛民團 你現在不給那個衛民團 到底鼓掃 引起蘇聯 引起蘇聯 照燈 就照燈 那你人民日報發評論員文章 照燈 都給我轉了 照燈 結果 告誹謊 告我們 煽動 何止誹謗 煽動 於是 就票控我們的社長 總編輯 當年的直班總編 都是李中營 最終會被抓去坐牢 最後就是要抓 要抓 我們就找了陳披士大律師 去打這個官司 最後大公報是被迫停刊7天 但是在這個停刊7天 我們仍然每天都上班 每天上班 都是好像出版一樣 寫稿編輯 到最後拼板 拼完板之後 不出 不印刷 就是這樣了 就是每個人的工作 都是照常進行 以示 我們是對這個無理的判決 是抗議 那這件事一發生之後 廣東政府是想 想這個 蓋我們大公報的 想讓我們大公報倒閉 到最後 就我們境外的周恩來總理 發聲明 證告當時的廣英政府 告訴他們 香港大公報 是中國人民的報紙 也都是我們國家的財產 你不可以這樣說 警告這個英國政府 從那時候開始 大公報是甚麼報紙呢 就公開正正式式 大公報屬於中國人民的報紙 那為甚麼搞新版報呢 就是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吸收這個教訓 它隨時可以拉人封艇 如果這樣的話 一張報紙是不行的 要找多一張 那時候 於是 除了其他令起勞災 文匯大公之外 還有商報開始 商報開始 後來徵報開始 商報開始 那變成四間報紙都不夠 應該還有一間晚報 那為甚麼不叫大公晚報呢 就擔心呢 如果大公出事 給他這個關閉的時候 那晚報一樣是關閉 那所以就另外定一個名字 叫做新晚報 但是實際上辦公呢 都在同一個地址來辦公 成印也都同一個地方 那當然港英政府 也都心知肚明知道的 但是在外面來說 就好像兩份報紙一樣 那就開始了大公報和新晚報了 在內部 新晚報就是大公報 那時候是哪一年 那時候是五一年 五一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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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說回你進入大公報的時間 是 五九年的事 我印象中 剛才你說的是大躍進 然後又要大饑荒 其實大公報當時的立場又怎樣呢 有沒有余實報道過當時的事件 還是怎樣呢 這一點呢 現在不怕事後檢討 因為我們屬於中國人民的報紙 也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查一查我們現在大公報的 在香港的註冊 我們的最大股東呢 是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實際上也是國家的了 所以大公報是國家經營的報紙來的了 這個就不會有任何的錯誤的了 那現在在香港呢 就屬於叫做國家委託中聯辦去管理大公報 因為中聯辦是中央駐港機構 我們呢 也是屬於國家的財產來的 全國的報紙 所以呢 也是中聯辦 也是 對我們的整個方針政策 他都會有協助 還有一些支援 秘彥文先生和李俠文先生都是代理人 經營了報紙 可以這樣說 不是代理人 而是他參加了這張報紙的經營 他們過來呢 可以這樣說 大公報是由民營 一路到最後呢 就是大公報是轉了 轉了就是在解放前夕 大公報其實已經寫了大公報的起義 就是員工起義之後呢 就正式接受這個國家的領導 是這樣的 當然 費移民先生好 李俠文先生好 他一直是長期在大公報工作 他是支持這個國家 是營運這張報紙的 那說起來我們創辦人呢 英念知先生是滿清一個奇人 這個奇人呢 是屬於八奇子弟之一 那他創辦了大公報 在天津創辦大公報 是1902年6月17號創辦 你記得很好 是 然後呢 然後呢 就交給一個叫做王志龍的人來接手 王志龍之後呢 經營是有點困難 好在呢 他找到胡正芝先生 是胡正芝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屬於一家叫做新記公司 新記公司 從天津開始 是的 新記公司呢 於是呢 將《大公報》呢 將《大公報》呢 由差不多經營困難 將它呢 完全是改變過來 成為呢 後來的全國第一大報紙 也都是呢 《大公報》呢 也是一張唯一的 《國民黨》 蔣介石 《共產黨》 《毛澤東》 同時都看的報紙 嗯 但是在《日本仔侵華》期間 是 《大公報》曾經有時間 在上海 天津的地方 不給它經營 它走進來香港 有內陸 在草原 這個呢 這個不是不給經營 而是我們的 有一個社訓 就是我們報社裡面 有一個訓導 就是說不能在日購鐵台下辦佈 這個是我們最高領導 就是胡政芝先生和張桂聯先生 下的命令 所以當日本仔打到來的時候 我們的印刷工人呢 就背著印刷機 就來遷了 對 一路向南走 結果呢 遷後在哪裡呢 在武漢啦 上海啦 到處向南走 就走到去 桂林啦 重慶啦 重慶啦 錄到波遷了 但是跟著香港又整張 那香港的 《大公報》的誕生呢 又有一段估計的 嗯 當年就是胡政芝呢 就考慮到日本的形勢很緊迫 他在重慶辦報 辦最後《大公報》的時候辦重慶報紙的時候 在一個防空洞裡面偏暴 因為敵機在上面 不斷轟炸 是吧 很艱苦 很艱苦 那想起來 《大公報》 應該要 就是 有一個更加好的辦公環境 我們才可以舒展 同時呢 現在都不知道 最後的中國是會怎樣 所以就 想起 都是要在香港 當時香港是英國管治嘛 所以 在這個時候就想起 都是要在香港 辦一張報紙 都是在香港辦一張報紙 那誰來搞 當年就是1938年 那誰來搞呢 胡政芝 自己來的 是 在香港辦一張報紙 他是用《松戶礦戰》 那個日子 3月15號 來辦這份報紙 當時人手多不多 當時只有一張紙 是嗎 絕對不多 那 就 辦了這份報紙 三八年辦了這份報紙 兩年左右 日本就來香港了 四一年 我們的社訓話 不在敵人鐵蹄下辦報 當然有些行家 是曾經在敵人鐵蹄下辦報的 對 我們就不辦 只有華僑 華僑的聲道也是 為何我們不辦呢 因為你不可能不辦 因為他這樣 他樣樣要抽你的樣子去看 然後他改 我們怎麼可以接受呢 絕對不可以接受 你知道嗎 以前呢 我們寫日叩 那個叩字 寫個叉的 那個叩字沒有的 打叉的 不可以寫個叩字 日叩 是這樣的嘛 標題都一天叩 這樣嘛 是嗎 那便停了 就是四一年的聖誕期間 停了 那至到 四八年 四八年 即不是四五年 即是日本人投降 但你們遲了些 至回到香港 為甚麼呢 籌備的問題 籌備的問題 當時我們《大公報》 仍然在內地出版 是嗎 在內地出版 所以同時有內地版 和香港版 四八年的時候 是復刊 剛才你說到英國政府 打壓《大公報》 在那件事件之後 又怎樣呢 會不會放寬了 之後 即是五零年代 有沒有困難到呢 這樣 這個是《大公報》 在香港辦報的過程 也都和英國 將香港 怎樣去營運 怎樣去管治 這個是息息相關 當然 裡面也都有 中國政府 對香港的政策 因為當時 如果要收回香港 大家知道 以中國的人口 中國的軍力 真的在走過橋 根本上沒有打的 但是為什麼 當時留在香港 不收呢 窗口 沒錯 就是一個窗口 和長期利用的問題 因為講到底 兩個制度不同 在內地 都是很封閉 它沒有辦法 直接和海外聯繫 這樣就靠香港了 所以到現在 香港都是叫做聯絡 超級聯絡人 今天 今天梁特首說 香港要發揮超級聯絡人的 公用 其實從頭到尾 香港都是超級聯絡人 無論你是對我們的祖國來說 是聯絡人 對海外的其他華人 也是聯絡人 對外國也是聯絡人 所以香港的地位 一早就是聯絡人 但是在50年代我印象中 香港是挺特別的地方 好像間接是特別多 當然 你問一下國民黨 等等在這裡滲透 做很多事情 你們的《大公報》 當時又如何處理 我印象中 英國政府又遞嫁一些人出境 有些又遞嫁去國內 有些又遞嫁去台灣 當時的《大公報》 說到間諜 香港可以說是第二個伊斯坦報 有很多 有美國的間諜 英國的間諜 有蘇聯 當時的蘇聯 也不奇怪 當然也有我們中國 我們說過中國的 富有特殊政治任務的人 在香港 即地下黨 也有 也有 特別是台灣 台灣當時的國民黨 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他們 當時台灣還是奉行一種什麼 反攻大陸 他們退了台灣之後 蔣介石又提出來 我們要反攻大陸 終有一天我們回去 所以當時就不斷地在香港 叫做拆反 搞拆反 當時 那個年代 《大公報》出了一個外國間諜 《文匯報》出了一個台灣間諜 是嗎? 是呀 《大公報》的外國間諜 叫做周如瑞 是什麼職位呢? 《大公報》就是編輯 但是周如瑞是非常有名的 他的中文、英文和法文一流 那你們怎麼發現他呢? 那就是怎麼發現他呢? 因為後來他知道 他知道事敗 事敗 事敗 倡王出逃 走了去外國 到最後中老在英國 但是他後來寫了一本叫做《彷徨與抉擇》 對 在香港來講是空洞 也點名批評社長費移民 就是先生 在哪個年代?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是五六 五六 《是》 《文匯報》叫劉悦生 《有名劉悦》 劉悦生《文匯報》是港文科主任 都說是好奇怪的 《文匯報》是很奇怪的 他是第一 喜歡喝酒 第二 喜歡打麻將 他可以一直跟行家打牌 打到未必每天都回到報館來編報的 他就叫他的手下 標題是怎樣 電話聯絡 電話來遙控 結果有一天 有些人跟他打麻將 打完麻將之後就不見他 為什麼 因為什麼失敗 因為我想他的身份已經被人釋喊 他就出途了 又一次出途 事後就說他是搭快艇 快艇 當時有快艇 通常以前船船都整天 快艇不是去台灣 踏快艇之後 中間有一艘輪船是貼上去的 然後就走了 那幾年呢 是否遲過 六年代 遲過 然後就說不見了 怎麼辦 周圍找 周圍找不到 沒有消息 那時已經開始有傳 這個人不正派 這個人不正派 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後來就中央社反條新聞 劉悅生天生由香港平安抵達台北 以獲委任為中央日報副總編輯 所以就揭露了 明白 其實在50年代 有很多事發生 你大公報如何處理 好像雙十那個事件 五幾年的事 當時政府都是鎮壓的 你們國旗的事件 李靖屋邨的事件 當年我們是站在香港的愛國同胞的立場 對於鎮壓我們愛國同胞的事件 堅決反對 同時也要讓我們的愛國同胞有聲音發出來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後來的六、七年的 但當時也很慘 因為當時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 很厲害 很囂張 真的 譬如荃灣 他去打荃灣的愛國工人 即是直接打下去 有些苦力 甚至被人強姦 也有 但因為當時港英是偏坦 國民黨 國民黨 所以真的有冤無勞訴 靠報紙大聲疾呼 當然我們背後的祖國 亦都對英國來說施加壓力 你印象中在共產黨 即中國建國之後 搞三反五反 當時的《大公報》的報導是怎樣 你有沒有印象中 當時在錄中學 我還未曾進入日本 但當時是怎樣 是否如實報導 還是… 應該三反五反沒有甚麼問題 應該是如實報導 但問題是… 有些冤案 你也明白 反右一樣 反右一樣 和大躍進一樣 即是說 現在說上來 做報人 有些是被動式的 不能不報的 譬如… 你拿到的是新華社的消息 是… 或是人民日報的消息 那你當然要信任他們 最多是在電台 加上新華社的消息 據人民日報報道 即是我們轉載他們 但如果我們要重新再寫過的話 是否吸收了消息的內容 然後我們用我們讀者接受的語言來再寫的話 但內料仍然是他們 所以當時就變成了大躍進期間 說一個小孩可以躺在稻田裡面 因為牠是某產萬斤 這是假的 事後揭露 原來記者來拍照的時候 他們將旁邊的田 那些和就割了 割了之後就插進去的原本 令它加大產量 變成一幅田 變成兩幅田 超影趕你 我印象中真是流行 這些就是浮誇 浮誇 當時老實說 我們做新聞記者 是未曾有這樣的深度和高度 去對這些浮誇風進行抵制 亦沒有條件進行抵制 因為自己無法親力提醒 在內地知道這件事 現在事後 說起來是很痛心 特別是大煉綱 將所有的木材都拆掉了 接襲也拆掉了 根本沒有可能 飯煲也拆掉了 是的 當時我印象中 大公文媒也是這樣照報的 照報 沒錯 這段歷史可以說是 新聞報道史裡面 黑暗的日子 因為理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有記者在內地 自己沒有第一手材料 就信任以為官媒 官方媒體 就一定 怎知道官方媒體是被那些領導 叫你這樣寫你就這樣寫 這個悲劇 所以就形成一個 就不是我們有心去作一些虛假的報道 所以以後來說 我們精明了 特別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更精明了 就不是你說甚麼我就百分之百信你了 要核實 要核實 不正確的話我最多不報 如果你錯的話我批評 好 你在59年入大公報 當時的人手有多少 以及你的薪金有多少 我入大公報 就是150元 這個年實生 當時我們的待遇 是屬於報行中等以上的 我印象中的五年代是100元左右 160元 轉正三個月後轉正 加10元 就是160元 160元 然後一年後就加薪 加到210元 挺大幅度 當時正式記者 210元 大公報有多少人呢 大公報的人就是這樣 港文科 我記一記 港文科大約10人左右 多不多 排字房最多 我只是說港文記者 因為我們的科是這麼分的 要文 要文 就付設翻譯 哦 即是翻譯 不是成科的 翻譯就在要文裡面 所以要文科的人 大部分都能夠翻譯 即是你都要做了 是的 我們不做要文 我們做港文 先說 港文大部分都會翻譯 同時 那時候初期 特別是50年代初期 新華社的電訊 是不太暢通的 很多地方收不到 靠甚麼 靠廣播 廣播 廣播是請記錄 一個很漂亮的聲音 現在新華社播甚麼新聞 請記錄 你就抄了 這是人手記新華社的名字 另一個是他用密碼 我記得是假打摩斯科 是的 像密碼一樣 甚至是毛澤東過身 一條帶出來 一條帶出來 就要熟悉密碼的人 來翻譯 這些全部是要文科做的事 我們說文科做香港的新聞 大公報重視跟香港各界人士聯絡 所以我們很早就有一個社團版 社團版 跟工商界聯絡 所以大公報的社團版很有名 那你當時採訪甚麼 我當時一進去 第一個採訪特發新聞 我記得我的師傅 黃子平先生 就是帶我 第一個 他說我帶你去 你從來沒有去過 很多人都不敢去的地方 九龍城寨 沒錯 第一次上班就帶我去九龍城寨 那你見識吧 見識很重要 每次三九九樓 很複雜 那些人蹲在那裡 吃這個 鴉片也有 吃這個 可樂也有 黃島毒甚麼都有 最多的就是毛牌牙醫 那些毛牌牙醫在外圍 還沒進去 一進去之後 是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 對我來說是很震驚的 為甚麼香港會還有一個地方 當時九龍城寨是一個很微妙的政治的關係 因為是屬於叫做三不管 在港英的管治版圖裏面 是不包括九龍城寨 是中國政府 還是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又沒有辦法派管治人員來 變成沒有人管 所以就變成是很多很多犯法的東西 都可以在那裡滋生溫創 那你跟著做突發 其實當時我印象中 中國已經開始大躍進之後 是失敗變成大饑荒 很多人逃亡過來香港 那你有沒有做這類的新聞 有特發的很多 我們沒有做 主要來說沒有做這類的新聞 當然 是否因為政策關係 是政策關係 當然 現在來說 從新聞的角度 是可以去相確的 對 應該做的 因為當時 是他們過來的人 邊防的軍警 是說的話 是逃方的同胞們 逃方的同胞們 是 說的是逃方 即是說他們不是帶甚麼政治 他們沒有東西吃 沒有工做 所以要逃方 所以他們大聲公說 逃方的同胞們 請你走這條路 這條路好走 是指導他們走哪條路 所以說他們過來的時候 是受到當地的軍警 以及邊防人員 是指導的 問題就是入境了 入境的時候 一過了邊界 我們當時說到鷹界 一到鷹界的時候 是怎樣 就遭到 逮捕 到了後來 才有所謂的抵擂政策 抵擂政策是誰能夠來到中環 市中心就沒事 這個所謂的抵擂政策 我們當時就是不報導 現在說起來 其實不報導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 是對很多事件 不報導是否正確 絕對不對 當時以為不報導 對我來說 負面消息不報導 就了結了 其實是應該報導 是怎樣去報導 我印象中在50年代 末期六年代 香港仍是挺腐敗的 貪污毋敗是很嚴重的 黃島都很盛行 其實《大公報》 有沒有針對這些社會現象 作一些深入報導 有 絕對有 這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 你主要都做這些 我們一方面要揭露 這些社會的不合理現象 例如當年我們做得很重要的 那個標心 黃英時的爸爸 黃錫斌 黃錫斌時期 黃錫斌 沒有資格過我 黃ând銀先生 說是裁菜炒豬腰 所以這道菜 後來大家就知道 原來你血壓高 就記得吃裁菜炒豬腰 以後 我們布出來 當時我們的社會新聞 可以說在傳說來說 都是前列 不要說賣花棧花香 是前列 所以真的站在前列 因為我們真的全程投入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另外一個就是很有特色的 在廣文來說很有特色的就是 當別人看到一些貧苦現象 很值得同情的時候 我們是向讀者呼籲救濟 所以我們經常收到很多讀者捐款 有些是務命師 一千幾百元 一萬元都是這樣拿來的 他們肯定是工商界的人拿來 然後我們印象中六年代 有溫代的風災 然後製水 但公布又如何處理 溫代是我親自去採訪 當時是怎樣 溫代是我去沙田 滿目倉儀 那些死豬死牛 橫掃香港 一片漆黑 全部都是死豬牛 臭到臭氣分天 哇 我看這個災害大 當然後來還有一個災害大 收貿平 那個我也在場採訪 那個已經去到七二年的時候 那個是寶山道的時候 在七二年的時候 整座大廈倒下來 七二年的時候 很有名的大律師 Henny Litton 列顯倫 他沒事 沒事 但這是奇蹟 這是七二年的事 是的 這是奇蹟 是嗎 那你在製水期間呢 在製水期間一樣 我們都是採訪 那跟大家一樣 對於製水的採訪 相信全港報紙都沒有什麼不同的了 但是大家都是 首先就是叫大家 你將你所有的盛水工具 你準備好了 以前就說留下山水喉而已 因為舊樓 四樓已經是高了 那些水壓不夠 所以要留下山水喉 這個跟關乎製水時 是關乎水壓時 製水的確確是 四日一次水 既然是旱災 旱災的時候下雨不夠 以前香港靠的就是自己的水塘 水塘的容量又不大 供水給其他香港的居民也不足 因為香港有製水的問題 才引發東江之水越山內 當時是誰呢 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拍板 一定要支持香港同胞 一定無論如何辛苦 如何工程監舉都好 都要將東江水輸送來香港 就是這樣 將以前工程做起來 同意 然後我印象中在60年代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到文化大革命 我印象中 你們對劉少奇的報道 都挺正面 在60年代初期 然後毛澤東要動他 才搞三家村的事件 才搞得很大事 那你當時又怎樣處理呢 你可以這樣說 你在大公公 當年你可以這樣說 66年的時候 10月 國慶 每年國慶 我們都要掛領袖上 和國旗 以前 即是說在60年代 初到66年之前 都是掛毛澤東和劉少奇 兩個獎 然後兩支國旗 那個年準備掛這樣掛 結果 後來六七年之後 就取消了劉少奇的獎 就只剩下毛澤東和兩個獎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經歷過 內地的文化大革命 在香港就沒有文化大革命 但是有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而造成了 而造成了 六七年的 這個 反應抗暴 反應抗暴抖騰 那現在說起來 這個很多經驗 值得吸取 有正面的 有負面的 無論如何 即是說 只可以說一句 當時是 愛國同胞是受到壓迫的 是捱著盜氣的 有壓迫是必有反抗 這個是真理 但是反抗的形式是怎樣呢 是否要這樣走法呢 不應該 當時為何要這樣走到最後呢 是有些人 去放菠蘿 周街會回來 放炸 害自己人 為何呢 完全是受當時的林彪 江青 那四人幫 奪了權 是影響的 所以到最後的所有的 真的做得不好 甚至於犯了很大的錯誤 要算賬呢 算四人幫的賬 因為四人幫很快就奪了外交部的權 當時外交部是周恩來總理主管的 周恩來總理那時候沒有廣告辦 是透過外交部 來透露這兩個消息 當年呢 我們廢移民社長呢 就是 現在可以說的 就是周恩來總理在香港的 主要的 這個聯絡人 所有的外國朋友要見 周總理或者見更高的一層 都要經過廢移民 大部分經過廢移民 安排 上京的 所以 個個都很聰明的了 所有外國記者一來香港 就拜訪廢移民 先打好關係 如果我將來要去北京 要見領導的時候 廢移民先生和我安排 所以廢移民先生 亡過不得了 他雖然當社長呢 他不帶理會這個社務 他主要就是做 周恩來總理交給他的外交聯絡工作 當然他也和上層人士 非常之有很好的聯繫 譬如李敏澤先生 安子佳先生 霍京東先生 全部都是因為他的聯繫 所以這批就是成了一批很堅定地支持祖國的大義 建律家 其實我印象中報館也有內部鬥爭 在文革期間 那你們有沒有被下面班要砌你們 管理層等等的事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點很明確 這一點很明確 因為 講到明確 在香港是不實行文化大革命 即是說不實行 即是不去做這個 鬥爭 大平大坊 不准寫大字部 所以在香港是平靜的 但是 那些是未經過他們自己的深思熟慮 或者未經過合法的途徑 了解這個政策 那些政策是這樣的 但是 最慘就是那個影響 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種沒有鬥 完全不講理 這個我喜歡怎樣做 就怎樣做 所謂四大 就是大明大方 大自由大民主 什麼都是以我為中心 我要你怎樣就怎樣 鬥和天鬥 其樂無窮 和人鬥又其樂無窮 即是一味鬥 但是當時有革命委員會 那是面對港英的壓迫 反英抗暴的 但就不是針對自己 不是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我們不搞文化大革命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我們搞了一個反英抗暴 那就是 那個鬥委會 那個叫做鬥委會 鬥委會是全港城 那報館就是其中一份子 這個報館也有一個鬥委會 是領導 那個報館的人 去反對英國的這個無理的震撃 期間你們有多少個同事 被港英政府拘捕 又拘捕了坐牢 很多 印象中不少 很多 起碼都 我看有十個以下 記者之中也有 記者有 黃澤 羅向榮 譚思進 黃寧 很傷 你沒有受影響 我沒有 我是第一個被打 但是沒有被拘捕 你被人打 我被人打 我在新蒲崗 都幾傷 我在新蒲崗 當時就是人造花廠 新蒲崗人造花廠的罷工 罷工事件 很多工人靜坐 提出他們的要求 在這個情況下 港英就鎮壓 鎮壓 我們如實報道 我就駐新蒲崗 長駐新蒲崗 寫報道 當然 你在那裏被人點了相 有一天 我和我的同伴 兩個人 即攝影 是的 在新蒲崗的街頭 我還記得是 著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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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忽然間有個私家車 在後面 高速向我們駛來 在前面攔著去路 車上落出來四個大汗 個個都用報紙包著 事後才知道是鐵車 那不由分散 就向我們兩個人 是 我戴眼鏡 一戴眼鏡 眼鏡沒有了 相機也沒有了 我們一屆書生 怎能手無穿鐵 他們有備而來 都不知道甚麼事情 總之被人打 打到遍體和傷 打完之後 呼嘯如去 坐車去 事後當然知道 這是港英的特務 或者叫便衣警探 是吧 他說要懲誡你們 報道這些事情 懲誡你們 結果我們被其他報館的記者 送回來報館 回來報館之後 廢移民先生 就很關心 將我送到 我和我的同伴一起 送到廣中醫院 中環那間廣中醫院 現在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家戶病房 派一個特戶 24小時看著我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非常… 那你住了多久 住了兩晚 也不是很傷 沒事 好的 我當時受得住 沒事 這樣… 其實當時我印象中 剛剛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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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當時也不應該當作 根本是工潮 才能醞釀到澳門事件 然後再醞釀到澳門事件 那時港英的對付 以前是控告的 說我們煽動 現在來說 是武力對待 打你 用這樣來威嚇你 你還敢報道嗎 你還敢被人打你 那兩個都證明不行 這是要報道 記者怎麼可以怕打 那你們報館 當時對你們有甚麼 有沒有慰雲金 沒有… 全部 沒有… 那你那些坐牢的呢 坐牢… 糧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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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給家屬 糧照出 其實坐牢的同事 都很有骨氣 本來他們法庭就叫他 你認罪 認罪是這樣 因為你已經扣留了 認罪之後可以釋放 他們不認罪 所以 有些就要坐三個月 有些是一個月 最重的就是黃德 有沒有受到暴力對待呢 在裏面 裏面就應該沒有 我聽他們說 裏面就… 我們都是有些監獄的朋友 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的人群 問題是你能否找到 找到一些監獄的支持我們的朋友 我想問另一個問題 其實抓到的過程裡 好像曾得成 會否就是在豬籠車被人打身 然後才… 這些就是看你的運數 以及看你遇上是甚麼人 如果你遇上那些粗暴的警員 他真的拼你就拼你 但當時沒有負 像我這樣無辜 我為甚麼要… 我寫稿而已 我為甚麼要讓你這樣打身 我真的很無辜 但你打了之後 你解決問題嗎 我照樣寫 更壞 打了之後 我就寫你這樣打你 打我 那些讀者來說是支持 是吧 但跟著那個時候 你們派傳單 你們放一些菠蘿 最後就很麻煩 這個你要分清楚一下天位 菠蘿不是我們 絕對不是我們擺 我們都沒有參加過任何這樣的武鬥 我們只是報道而已 後來呢 法國呢 的確是擾民 我們這些報道已經… 有菠蘿 我們都不… 不是大量的報道了 當時的菠蘿就是這樣的 當然有一句 一張紙寫著 同胞密近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無論是真和假 這樣搞這些事情 是不對的 現在來說 是不對的 當時來說 未必有很多人認為是不對的 但是呢 如果你冷靜點看 你對付是甚麼 如果你說是跟他打的 我用不著我們打 你搞冠軍過來就打了 對 對 現在我們是跟他鬥爭 如果他真的鬥爭 是應該要有理有理有錢 對 當年為甚麼香港 這個反抗木鬥爭 初初的時候呢 喊得這麼高的這個目標 就是因為受到澳門 一二三事件 澳門就低頭凝聚 以為香港都可以鬥低你的港英政府 他就不低 但是那件事件之後呢 其實大公報或者你左報 香港的銷路跌得很厲害 當然 因為你是脫離群眾 這個當然是甚麼 我是如果普通群眾來說 你鼓勵別人放菠蘿 都不對 那你當時的銷路跌成怎樣呢 這個當時的銷路 我印象中大公報早期都挺好的 六年代頭都還不錯的 都有十萬萬萬分 具體的數字 因為我不是管發行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的確是少了很多早期 所以就要重新再要怎樣去做好我們工作 當時有很多東西很乾淨 程式的東西又沒有 跑馬又沒有 甚麼都沒有 這個影響 很短期的 很短期的 就是說我們沒有跑馬是很短期的 我們登馬經是最早的一張 最早的一張 最早的一張外國報紙 登馬經 其實是正確的 因為馬經就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都要看馬 跑馬 當然不是叫你整副身家去賭 等於澳門現在 所謂的娛樂事業都是 Casino 也是 一樣是 什麼 大公報 就謊言 就是那些廣東話 可以說是最少的一張報紙 其實 未必是 所謂內地下一個命令 不可以說謊言 不可以寫謊言 不是 而是因為 我們的領導 辦報的人 全部不懂廣東話 他全部都是 內地來的 當然 李夏文先生是 中山人 他認識 但是 大公報一組 比較純正的 語言的一張報紙 反而最多廣東話的 是什麼呢 三萬步 因為當年有一個 大家知道 有一個叫做 高雄 很有名的作者 三級底 三蘇 寫完這三級底 大受香港的讀者歡迎 所以如果你要 三蘇是來自新晚部的 高雄 高雄叫做什麼 高雄有一個最出名的 叫做石九宮日記 為什麼叫做石九宮呢 班呢 石九宮就是沖班 類似石斑 其實他是石九宮 所以石九宮日記 就是講一個人去沖班 就是沖大班 就是認闊佬 就是那個 好形象的 寫的 另外就是所謂的 叫做 怪論 怪論也是用三百底文章寫的 新聞報又是優惠 但大公不是太多 但是裏面 並沒有就語言文字方面 是很正式地提出一個要求 但是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大公報是比較上 是一張嚴肅的報紙 所以文字要規範化 再加上我們的讀者來自五湖四海 外省人不少 我都說了 你叫毛澤東 懂得廣東方言嗎 你叫蔣介石懂得廣東方言嗎 不行 兩個都是我們讀者 那你不斷討論廣東方言 他現在是頭無水的 是吧 所以呢 登文言文是沒有問題的 好像我們的標題 現在成為這個歷史 這個大家都會引證的 就是講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以 用個以字 這些是文言 那你一樣可以 所以文言 你張桂聯和胡靖茲寫的社評 都是甲澤文言 都是甲澤文言 是甲澤文言 是吧 但是說起來 毛澤東搞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簡體字 第二就是羅馬化 其實當時大公報怎麼處理呢 這類東西 這類東西 就未必是毛澤東自己去什麼的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改革 叫做文字改革的一個辦公室 文字改革的辦公室就提出來 所謂簡化漢字 他們討論過 就認為漢字不劃太多 就很難學習 特別對那些文盟的人士 對那些山區的貧苦人家 就難學 所以就要把漢字 怎樣來簡化 但是呢 可以這麼說 簡化有成功 但也有不是那麼好的人 但大公報香港沒有跟足 我們絕對不跟的理由 就是因為我們是面向廣大讀者 所以沒有理會 我們讀者都不會看簡體字 所以我們不跟 羅馬化 羅馬字呢 羅馬字更加下一層 更加下一層 現在你都做不到 在大陸來說 你都沒有可以代替 用羅馬拼音 標注來代替漢字 甚至毛澤東寫的詩詩 他親手寫的詩詩 也有繁體來看簡體 繁簡是混合的 他手寫的筆跡 都是這樣 說回六年代 剛才說的文化 其實是 說回我們那個 反映擴暴的期間 我印象中 當時香港那個 政情 都挺腐敗的 其實是挺貪污 舞弊等等 你們怎樣處理 這個當時的情境呢 特別是大輪子年代 我印象中 官員真的是念才的 跟當時黑社會很厲害 你們怎樣 當然 我們也是 一貫的立場 就是揭露 港英的 有違廣大居民利益 所做的一切 特別是對那些 例如有些法例 有些痾症 如果是爆發了 如果有些比較大家關注的事件 裡面牽涉到系統性的 制度性的問題 就損害了廣大居民的利益的話 我們當然是揭露和加以反對的 這個就肯定的 因為老實說 要報導香港的現實 同時 無論你是準備好 還是未準備好 其實我們做的一切 都是為將來回歸 寫下基礎 我印象中 六零年代的大公報 很多八股的 跟足大陸的 好像紅旗那樣 有場有侵 特別牽涉國內的職財 那時候 很多部位已經被造反派奪權 造反派聽從於四人幫 四人幫是一式的 什麼都有個樣板 他的戲 江青搞的戲 樣板戲 多少套 當然 現在我不是說 樣板戲 個個都不好 有些都做得真是不錯的 但是 文藝作品 是不是真的 要有一個樣板 要大家跟進 如果這樣的話 那樣板又千篇一律 沒有自由創作 是吧 他現在報紙的編排 當然是這樣的 報頭跟著旁邊 就是一篇 毛澤東語錄 是吧 而且 用的毛澤東語錄 今天人民報 用這一段 你就要用這一段 你不可以用第二段 是吧 即是說 當時的報紙 真的超人 差不多 就算地方報紙 都要學得人民的報 他的頭條 即是地方報紙的頭條 那時候 哪有人 看你的報紙 為時多久呢 照什麼時候才 到時候打倒四人幫呢 即是他變成七八年 是呀 七八七九年 是啊 打倒四人幫 很長的時間 那你們怎麼捱呢 沒有 你們真的很辛苦 那年代 一點都不辛苦 因為不用做 差不多每天 要找頭條 不用找頭條 每天已經定了 如果人民日報在這裏頭條 那我就給這裏頭條 那不就養懶你們 不用採訪了 你照用那些選數 採訪是 十年 那裏有十年 七八年 七八年 七九年才開始 那時候 要問來說 就是跟人民日報 但是香港做很多事情 那時候是反鋅幹部 是吧 就是人民日報 就是反鋅幹部 這個六八六九的事情 對 要釋放記者 否則 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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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定了出來 當天晚上 那 就到了 十二點 凌晨十二點 什麼行動呢 原來 火燒 駐華大使館 北京的駐華大使館 那些紅衛兵 放火燒大使館 那就是行動 這個行動是 二少大方 但是你的紅衛兵 以為很著弱 燒你大使館 但是你知道燒完之後 是誰給錢的嗎 中國要給錢的嘛 這個是國際規例來的 是吧 證明 所有的 當時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都是很膚淺的 很抗熱 所謂狂熱 是吧 其實在70年代頭 剛才說的香港很腐敗 好像針對韓德 葛伯 那你們當時是怎樣處理呢 有一樣報導 我們的報導 當然是跟其他行家沒有什麼分別 包括後來的佳寧案 這個80年代 報道也是相當深入 但是我印象中你們不是太相信 港英政府當時整個聯署 找基達去做 真的可以清清自貪污舞弊的事件 這樣說 對他的做法是怎樣存疑的 這樣說 你說是否真的廉署解決問題呢 顯然就不可能 但是你說集團式的 系統性的結構性的 這個貪污是否終於被打下來呢 應該是廉署的功勞 這方面就是廉署的功勞 但是貪污永遠都存在的 你沒有可能說 因為有個廉政公署 那你大陸就有了 有幾位 等一下就反貪污局 很多的 都一樣有這樣的腐敗現象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當年我們的做法 現在回想上來就是 第一 阿官報道 第二就是 不去大肆的宣揚 這些是德政之類的 因為大前提來說 我們跟他的矛盾 當年來說 是很大的矛盾 沒有辦法可以化解的 因為你現在就不知道 天偉 當時來說 有B匯 我們有分你沒有分 沒錯 我們沒有分的 B匯我們沒有知道的 B匯是B給你們的 就是說他們根本就是歧視我們 他一見我們走過來 馬上不出聲 收聲 怕我們透露消息給我們 當然這些不是新聞處 或者其他人有什麼 他怕這方面會令人有這些 我印象中 你們在70年代開始 是多著重香港的大學生 好像文匯大工 都請很多港大的同學 去加入這個報行 當時為什麼有這麼構思呢 就是任何一個機構 都要有後隔有人 對 《大公報》有一個傳統就是這樣的 它是不一定講學歷 但是一定要講你做不做得 你有沒有新聞的敏感 觸覺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的張桂聯 不是大學 但是他是劉日 胡振之也是劉日 所以兩個劉日的知識分子 對日本的政情是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 但是兩個都不是正規的名牌大學畢業的 所以有一條就是不拘你的學歷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將來你在報館裏面做的工作做成怎樣 大家有目共睹 事實上也都證明 學歷不過是你人生旅途中的一站而已 顯示你完成了某一個學習階段 更大的學習階段在前面 社會大學嘛 所以大公報用人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你有大學學歷 當然好 我們收了不少的燕京大學的高雷生 譬如李亞文先生是燕京大學的 李宗盈是燕京大學的 有 燕京大學不少 復旦大學不少 但是也有一些是沒有學歷的 我沒有讀完我的大學 但是我能夠做到總編輯 主要是看你的貢獻 還有你真的對整個新聞工作 是否能夠做好呢 這些就是大家去評價 後來你回想 為什麼會招大學生呢 其實是一樣 是想吸收年輕人 年輕人的話 在香港只不過有兩條路 要是中學生 要是大學生 要是中學生 要是小學生 那不是中學生 大學生 中學生主要是由外國學校輸送 鄉島 培橋 漢華 還有福建 這些輸送 那些首先就是 學校很認真的選擇 這些是尖子 還要說服他們不要讀大學 就加入你們 你加入這個行業 可以的了 你加入之後就好 我印象中你七零年八年代 就有很多大學生 跟著就沒有了 又怎麼解釋呢 當然了 就是說你進來之後 可能有些大學生 跟他的理想 跟他的意為 一張外國報紙 應該是這樣 跟他有些落差 落差的話 這就等於 現在招了最多的 就是《文匯報》 我老實說 是吧 一個接一個 你看看有誰可以站得最久 站得最久就是 過身的陳藍 他後來都不在《文匯報》 轉了過來商報 是吧 這個陳藍就站得最久 所以說 我們當時要悼念他的時候 就真是始終如一 大人最終六四之後 根本就再不請大學生 全部都外派的 你又怎麼看這個現象呢 現在都很清楚 全部都是中層上層 全部都國內來的 無論文匯大公都是這樣 你又怎麼看呢 我對這方面 就是不想作什麼月蛋 但是我只可以說 就是 說不定我是《大公報》 最後一個當地的總編輯 當地人做總編輯 我想到我為止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應該辦報是失敗呢 因為實際上 假如你不在這裏 直根這裏 你不了解民情 你找外派來做幾年後 就回來 那就沒有可能把報紙搞起 是不是呢 你說得很對 但是也要看下 就是說領導人的想法 領導人的想法 每每每 就是從全局觀點 我要一聲令下 你們要雷厲風行 全部都要聽話 就是不信香港人 香港人信不過 這一點 各國的理解 都信的 如果不信我 怎麼可以做 但是你的現代呢 現在不可以信香港人 是不是 現在來說 可以這樣說 叫做 內地和香港已經 相當部分的融為一體 你不要說是報紙 你說貿易機構 中國銀行 有沒有當地本地銀行 做CEO 做總裁 你說 一早就沒有了 是不是 一早就沒有了 那你貿易公司華潤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中女社有沒有 就是說 他們一套政策 這個叫做 國家企業 國家企業 就是由國家任命的 國家任命的話 就要 要是 在國內先選人 這裡 如果是做的 都是副手為托 那就是我們二等公民 是不是 事實是 那也不可能 你很尖銳 不過我不同意 這個說話是二等公民 但是這個 我同意說 這個選派 是有缺點 缺點就是你說的 對當地的民情 不了解 而且他 來到這批人 這批 我們叫做內派幹部 由內地派來的 簡稱叫做內派幹部 內派幹部 對香港不熟悉 而且有一種心態 就是 未必所有人都是這樣 我不敢說 一足高打 打到一船人 未必所有人 但是也都相當 有一些人 是過客心態 過客心態就是 咦 不可以超過七年的 我做五年 或者做六年 我就 調回去咯 我來這裏是過度的 過客 而且來這裏他們 真的無憂 為什麼呢 所有的薪金 交給他 在內地的家眷 他在香港的所有的花費 包括用車 保證了 有私人的司機 住房 保證了 他們真的無憂 娛樂費 不是他自己的娛樂 應酬費 全部是公出 公家出 所以他真的無憂 他不知道 不知道香港人 領到佛申請之後 怎樣優齊 不是怎樣加房租 他也不用加房租 對 他怎樣了解這裏的疾苦 講回我們佈行 其實你經歷過 六零年代 當時你看到我們這行是怎樣 是不是跟現在比較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都很不同 這一點 你從參與的 各種人來講 以前來講 大學生 參與的不多 通常很多 譬如這麼說 突發記者 有不少是 中學生 警察參加 警察參加做突發 由廣州開始 退休 最熟悉的就是 打打殺殺這些 梁太炎典 順利成莊 來做記者 或者他對這行有興趣 一般來說 學歷不高 但大工是否這樣 大工都說 有學歷的都是背著 背著 過去的大學 不是香港的 港大 中大 這些大學 事實上其他的 報紙的記者都是這樣 從當年來講 六十年代好 五十年代好 六十年代好 真正的大學生 多起上是九十年代 開始 那時候 如果你是大學生 真是無憂的 出來 每個人都已經 給你一條路走 金色大道 你甚至曾孟權 都沒有讀過大學 是 他中六而已 是 是 可想不知 當時讀大學之矜貴 現在普及 現在就普及了 現在就普及了 所以現在來講 對大學生 另一種看法就是 看看你是否名牌 另外呢 就是競爭性很大 因為名牌 也未必是一定可以的 很多來講 不是名牌的大學生 跑刑是名牌的大學生 其實你們在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你的社會地位不低 即是新民工作者 現在就差了 是不是呢 現在差又 你的意思是甚麼 現在差 我們的社會地位現在差 我又不見得 回歸之後我們的社會地位是高了 我們社會地位大力記者這行 你個個都不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即是招不保值 印象中 以前不是的 可以真的 好像你由底層做到頂層 很正常 現在好像沒有 這個就不屬於叫做社會地位 只不過是 他那個 如果說的話 是 事業夢 現在很常說夢 中國夢 中國夢 這個是事業夢 你發事業夢 能不能夠作為 在《大公報》來說 到最後 你作為這個 你的事業頂峰 不能夠去到某一個階段 某一個頂峰 因為這個要以後慢慢看 目前來說 就是因為它的制度 大家都知道 它是要經過國家的人事部批准 第一把手 是必然要國家人事部批准 是有聘書的 有委任狀的 就和你這個年代不同 是的 我的年代已經都有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委任的 是屬於國家的公務員級 它是有評級的 那其實你們是否需要做黨員 我們不需要黨員 現在都不需要 不需要黨員 但是 當然 你做到總編輯 你還是要認同 或者 起碼 你要有一定的 這方面的知識 還有這方面的認同感 你完全都不愛國的 你怎麼做總編輯 一個特首 愛國愛港 這是起碼的條件 你叫泛民來做愛國愛港 他說我不是中國人 那你怎麼做特首呢 是吧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明顯的 是 剛才說到你們的報館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經歷了幾不妥當的事件 接著去到改革開放之後 轉變是怎樣呢 是否很快 改革開放之後呢 改革開放之後呢 當然這個是從根本上是改變的 比如過去的極左的一套呢 即刻要撤離 那所以說呢 是 包括 當時都還是叫做新華社的 新華社人要撤換 有些人是中了四人幫的毒的 這裡我不說什麼名字 是中了四人幫的毒 是切頭切尾執行四人幫的指示 當然這些人最後呢 因為他真的當時沒有辦法 他有上下級的關係嘛 他一定要執行 但是 你包括反應抗暴在內呢 都是這一批執行四人幫指示的人 去指示 香港的外國同胞去做事而已嘛 是吧 所以聚灰禍手有四人幫 第二呢 就是第一個接他的指示的人 就是以前的 若干的 香港本地的 鬥委會主席 不是 這一點要澄清 大家認為陽光呢 就是去接受指示的人 我告訴你錯 陽光不是接受指示 那誰是呢 新華社 新華社的主要領導 才是接受指示的 因為當時 新華社是代表中央的嘛 因為 香港是 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它不會派外交 派大使館來嘛 領事館來嘛 不會嘛 所以就要新華社一個 這樣的新聞機構去兼任 這個 這個東西嘛 嗯 所以新華社社長也好 總編輯也好 嗯 其實不是做新聞的 它是傳達中央的指示 那你就是說李聰那個年代 絕對 李聰不是做新聞的 哈哈哈哈 李聰已經不在 我和李聰做過交道 李聰不是做新聞的 其風也不是做新聞的 嗯 明白 另外有一套做新聞的人 我知道 因為當時真的 真的這樣 所以你說 追究 六七 暴動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阻 我說第一個 要責賴的就是四人放 奪了權 然後就是香港執行命令 然後執行命令的 當時的 新華社的主要領導 嗯 是沒有得選擇 嗯 因為如果你不執行 你就要走 你就要走 你死了 是啊 所以就被迫了 你說 將所有的責任 歸在陽光身上 陽光也是那些人 叫他告訴你 你這樣做 嗯 因為他不會出名 做鬥位嘛 對 是陽光出名 是陽光出名 明白 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後 大公報的待遇 你們的人手 會不會有調教過呢 當時又怎樣 當時80年了 有沒有好過呢 因為我印象中 你們的待遇 不是這麼理想的 如果這樣說 反正都是歷史 是有失誤的 中央是有失誤的 或者這樣說 就是 考慮得不太全面 回歸之後 有一些領導人 就以為 回歸了 問題解決 我們有駐軍 主權是我們 還有什麼問題 於是看看 咦 我們花在香港上面的錢 不少 有沒有這些可以省些的呢 當時提出 很荒謬的 大公報和文媒報合併 是的 我說過 很荒謬 為什麼 省錢 你每年要給大公報和文媒報 一筆錢 像你說的 它沒有辦法可以 自己去養活自己 我怎樣去做都不行 除非你放開一個政策 就是我不批評你用什麼新聞 不批評你寫什麼新聞 但是現在看又不是 好像文媒大公廣告很多 特別各個省市 有些招商 全部 地產 很多廣告 我只問你 剛剛結束的新報 過去都有廣告 廣告養不起人 因為現在有些廣告都相當便宜 即是你說 大公文媒公司都相當便宜 這樣都不會太貴 你說這些做法 不只是看一時 要看長期 基本上 自給自足 困難 現在辦報紙 你都辦過報紙 你知道是很困難 即是你現在每年都還要遵接文媒大公 當然 但你們在80年代開放改革之後 你們的待遇是提升了 當時又怎樣 待遇提升是跟著生活指數的上升去提升的 不是因為我賺錢來提升的 再加上你當記者 還好 很多人都沒有接觸 如果你解決不了你的居住問題 第一 你基本上不申請廉租屋 理由就是 免得接受港英的懷任政策 即是他的施捨給我 我不接受 你不申請廉租屋 就要自己買樓 好像你報館有 當年買樓 我最便宜的買樓是一萬五千元 沒有 那你怎麼住得這麼好 買一層樓買給我媽媽 那你靠自己 你知道嗎 當年買機遇 拆樓 補償一萬元 拿一萬元去買 首期 我都說 不提供宿舍給我的 是我的大恩人 如果提供宿舍給我的 就安人了 現在有些高官在那裡敗怨 講香港的 過去的高官 過去的高官 他 哇 兩千尺三千尺的 不用買樓 到他退休的時候 騙我的頭 死了 沒有地方住 怎麼搞 怎麼搞 講回你們的待遇 在八零年代開始 有改善 有改善 但是 跟社會的水平來說 是差的 所以說 這是政策上的偏差 我現在不怕說 回歸之後 哪些界別得益呢 工聯會得益 勞工界別得益 第二個得益 呢 教育得益 他們可以申請很多的教育津貼 很多的直資學校也有得益 教育界得益 文化界 報界就不得益 報界呢 完全沒有得益 為什麼呢 特區政府 還是沿用港英政府 當時選擇登廣告的規定 就是講銷量 你說銷量就是東方蘋果 這個是錯誤 是特區政府的錯誤 但是你們的人才 流動性很低 你們個個都很 死心靠命去幫 這個就是每個人的 有個夢想 這個夢想就是支持了自己 是不是 但是後悔呢 我今天絕不後悔 絕不後悔 你絕不後悔 你從底層做到老總 那其他同事呢 那老總 你也要解決那個 那個生活問題 就是說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 他自己怎樣去租 我呢 以我來說 我不怕說 我是一個人 你們每人八個小時 我是十二到十三個小時 都是的 賣短時間 做工 你們每人呢 大概是寫新聞 或者標題 我一個人呢 最高峰的時候 一天寫八千字 我試過六千 沒有你那麼多 八千字 厲害了 我一個人呢 一天呢 是主持六個報紙專欄 那這樣就難搞了 嗯 在外面 和朋友吃飯 拿著車 泊在那裡 等等 還有十五分鐘 立即 就是每個人 每個人有一個應付生活壓力的 一種做法 是吧 那我也懂得投資 那我知道 買樓好啊 我知道買樓 買樓自己住 那我解決這個 這個居住問題 解決那個保值問題 我是靠自己的路 你靠你自己做的嘛 靠自己的路 我是看透了 香港一些經濟問題 應該是這樣做的 是不是因為你是經濟版主編 這個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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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很久才做的 是 這個有多少 這個有多少 懂得怎麼投資 都要的 我認為未來 未來的所有大學生也好 你自己要自食其力 除了有一份安穩的工作之外 你還要想一下 你退休之後怎樣 你的家人怎樣 那你就會想起 我應該怎樣做 這個是在不妨礙政績的情況之下 你自己去盤選一下 你應該怎樣做 你現在怎樣看現在的報行 真的在凋零 現在的報行 必須要研究一下 怎樣去做 當互聯網出來的時候 我們曾經開過很多研討會 也都有一個課題去探討 印刷媒體是否沒落 是否報入死亡 當時我們的結論 不是 但是壓力肯定存在 困難會越來越多 今天回想起來 基本上是對的 我仍然不相信 印刷媒體 最後是會死亡的 因為任何一件事 你要保留下來 你要更好地觀賞 互聯網達不到這個東西 這個電視達不到這個東西 甚至你把它錄下來 你都達不到這個東西 一張報紙除了你的閱讀習慣之外 還有一個觀賞和保留的價值 為什麼現在那些時間囊 挖出來的東西 都有當時的報紙 就是因為報紙是報導 當時的情況 當時的再看就剩下報紙 現在的再看已經不是了 是數碼化 是畫像化 所以有大分別 還有現在年輕的 根本就不看報紙 是看網上的東西 這個就是年輕的一個偏差 你做教授的 請你努力一下 要大家做一個平衡 將來如果個個都是這樣做 低頭一族 是世界會發生一個知識方 認知方 書法方 很多很多問題出來 還有醫學生說頸椎都有問題 每個人都這樣 現在眼睛都出問題 最近看眼科醫生說 現在年輕人已經出問題 有些家女人 父母說你不要看那麼多 你不要打那麼多機 好 在個房間晚上 關閉燈 開著手機打 結果青光眼 因為你在黑暗的環境裡面 開著手機是最壞眼的 特別是藍光 最壞眼 所以說 這個東西有促進的一面 但也都有禍害的一面 必須要對我們現在這一批年輕人講清楚 你要做好 你要懂得網絡 但你也都要明白網絡不是代表一切 不是代表一切 現在最壞是個個都可以做記者 個個都採訪 個個都可以有個網頁 是嗎 好 非常好 我們這行怎麼搞呢 有個網頁 但你認為採訪來的是不是全面呢 你是不是公正地報導呢 你是不是以俄傳俄 將謠言當事實地報導呢 大陸去清理這類的互聯網 這類以俄傳俄的報導的時候 外面就吵 說它干涉言論自由 我就說要具體分析 到底這些是不是事實 如果這些清理出來的事實 不應該清理 但如果是謠言的 真的要清理 我聽你這樣說 你都幾樂觀的 對我們的未來 我不應該悲觀 反過來 當電視起來的時候 你說收音機 死火了 我都看了電視 電視有畫面 又有聲音 你收音機幹什麼 現在來說 我很喜歡聽收音機 關掉電視 只聽收音機 靜聽 有幾個節目我真的聽得很好 包括車屬門 他說 還有 是星期日 我們這個行家做得很好 我有他的致敬 因為自己已經有一些年紀了 一說去去日 現在他找當事人來講 多好 找過你沒有? 我差點叫他找你 我不行 去日職終職 很好 所以我覺得每一種載體 他都有他的作用 他不會去報入死亡 問題是他怎樣適應時代的變化 那你再看左部 我想他適應不到時代的變化 繼續由領導主宰一切 未來他會怎樣 這個要報紙再研究一下 即是說現在的確是 沒有人看的 放這麼多錢進去沒有人看 我覺得是軟成的 這個就脫離了群眾 沒有人看 我有訂的 曾經他們以為 把港文放在第一版 就表示是接近群眾 但這個未必是這回事 對嗎? 你要接近群眾 你必須要群眾 起文樂見那些東西 無論你說是要文就好 講文就好 總之群眾要看的 讀者要看的 你將它放在處理 不過呢 要承認一下 如果是一個突發事件 一件突發事件 我可以大膽講 外國報紙是絕對不給任何一張報紙做得差的 我同意 社會新聞做得不錯 不只是社會新聞 而是一件突發事件 譬如 回歸 有沒有人好像我們大公報 一天出 三個號外 你有資源 不是資源的問題 它真的需要這樣出 軍隊過來的時候 一個號外 對嗎? 下旗的時候 一個號外 你當時還在做你 你還有一種的期間 是啊 到了換期 升起上來 一個號 回歸 每一期每一次 每一 印多少次 哇 那個時候 只是我們那個 不是這個拍賣 拍賣是我們一百週年 那個版一百萬 拍賣在內地 上外一個企業買了 就是我們用一個 金的圖 大公報一百年 不過我有一件事 我很不開心的 就是看到 雖然我攻擊某人 很厲害 你們又調轉頭 又攻擊某人 又很厲害 這樣做是不是對 以前我還可以理解 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我少不理解 因為你們現在已經 國家已經大權在握 香港是國家的部分 你是不是人家怎麼做 你做好已經可以了 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不可以想 又是不是 這個餘毒 使鬥爭這個方式去處理 我不明白 你說鬥爭是鬥爭來的 是啊 是鬥爭來的 包括佔中和反佔中 真是一場鬥爭來的 鬥爭是無時無刻不在的 問題你是用什麼方式去處理 現在來說 我相信針鋒相對 似乎 仍然是一種對待的方式 避免不了 包括梁振英現在的說話 大家都知道是針鋒相對 他避免不了 因為你已經打到近身 逼到長角 是吧 反過來你梁家傑說的話 到你民建聯說的話 你有什麼辦法不針鋒相對 所以說 如果大家要理智的去處理問題 首先就要定一個 大家都接受的 議會文化規則 第一不要拉布 第二不要扔東西 將那些標語濫白去 不可以在那裏寫大字 不可以在那裏寫大字 不可以做那些什麼 正式去討論問題 怎樣激烈都沒有問題 動口不動手 這個議會文化你要知道 不是說現在 原出於台灣 黃毓民當年說 香港要學台灣 現在原出台灣 最後呢 清出於南 他說你比台灣厲害 哈哈哈哈 你很疲敗 因爲